欢迎来到融合日本传统与新流行文化的枯枝半句点 索泽Sakura Town 索泽Sakura Town于2020年11月开业 作为日本的一座新型综合娱乐设施 该设施自开业起就备受各界瞩目 索泽Sakura Town距离东京约一小时的车厂 这里有动画 漫画 游戏 艺术 以及日式美食和传统文化等 你喜欢的日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可能有人会好奇那块巨大的石头到底是什么 这个像岩石一样的建筑 其实是角川武藏野Museum 这是聚集了美术馆 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独特设施 也是索泽Sakura Town的标志性建筑 让我们通过书籍 艺术 动画 漫画 新小说等各种各样的媒介 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吧 随着深入探索 还可以在这里邂逅您未曾设想过的文化形式 发现文化之间或相互碰撞 或紧密相连的美妙联系 角川武藏野Museum 全年都会举办艺术与动画的展览会 您可以在官方网站上 查询一下自己喜欢的作品活动信息 为了能够在索泽Sakura Town玩得尽兴 不如在EJ动漫酒店度过一晚吧 EJ动漫酒店的概念便是 住进喜欢的故事里 在这里您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 动画及漫画 游戏等的世界观 客房中设有家庭影院投影仪 还有可带回家的限定周边的住宿套餐 另外 这里还有对Cosplayer非常友好的大衣架 若是意犹未尽 您还可以前往达芬奇商店看一看 店内有很多只有在这里才能买到的限定周边 哦 好像听到了肚子叫的声音 也是时候来介绍一下这里的美食了 这里有邀请了代表日本的高人气实力派店主 在限定期间内提供拿手拉面的现场直播式餐厅 如果比起拉面更爱无冬面的话 您可以前往Savage & Sakura Brewery 品尝美味的五藏野无冬面 如果你喜欢有居家感氛围的咖啡餐厅的话 不妨前往角川食堂 餐品使用了当地产食材来制作 种类丰富还非常健康 另外 五藏利休的抹茶甜点也不容错过 接下来 日本旅行怎么能少了神社 五藏野作 令和神社 是为了保佑在索泽Sakula Town的事业 能够安全繁荣 蒸蒸日上 并祈愿日本文化有光明未来而建造的 可以与现代化设计的外观相媲美的 便是由负责最终幻想角色设计等的艺术家 天野喜相所绘制的凤凰天花板 这座神社作为动画的观光信息中心 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除了参拜神社 您还可以收集到动画圣地巡礼的相关信息 就像视频开头所说的那样 索泽Sakula Town是汇聚了您对日本的喜爱 于一堂的地方 今天介绍的仅仅是岩石的一角 今后将通过11个介绍视频 让大家充分感受Sakula Town的乐趣的同时 也会介绍各种对大家有帮助的信息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频道哦 那么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